根据国家安全理事会所发布的 水龙地区强管令EMCO的SOP 所有在强管令范围地区的四家车辆 只限一车一人 额外的乘客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 获得警方的批准 那需要看医生或打疫苗该怎么办呢 放心以上的情况允许两人外出 也就是一名患者以及一人陪同 SOP指出 所有民众在晚上八点之后不得外出 除非有紧急的事故或获得警方的允许 而电子照车服务只允许车内有两个人 包括司机在内 在7月3日至7月16日 水龙区强管令期间 政府仅允许21个关键服务领域运作 EMCO的SOP指出 所有露天八杀 早市、夜市、农业市集 以及深夜市集 一概禁止营业 而公共八杀 固定农业市集 以及MyFarm Outlet的营业时间 则是早上6点至下午2点 至于批发八杀 可从凌晨12点01分到早上6点营业 SOP说明 所有餐厅、食品摊位、餐车、街头小贩、流动小贩 美食广场和小贩中心的营业时间 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 所有杂货店、便利店 以及日常用品商店 同样允许早上8点到晚上8点营业 所有EMCO地区的幼儿园 托儿所、私立幼儿园 私立国际和外籍学校的幼儿园 以及4-6岁儿童的智力开发中心 都禁止运作 但是只有前线人员父母 两人接在关键领域上班的人 才可以把孩子送到托儿所 诶,现在一车限一人 那如果有一个以上的孩子 难道要分好几轮载手吗 放心,再送儿童到幼儿园的父母或监护人 可以根据车子载课辆来再送孩子 在7月3日至7月16日 石龙区抢管令期间 公园将关闭 运动和休闲活动一律禁止 至于非穆斯林在宗教场所 或团体的结婚登记仪式 则必须根据国家登记局JPN的规定 另外,SOP允许所有穆斯林 及非穆斯林的下葬仪式 但必须要根据国家宗教局和国家团结部的规定 随着国防部宣布 水龙多个地区明天起实施EMCO 当中几乎整个雪州都被纳入封锁区 各大巴沙今早一如所料 再次出现民众热烈抢购 顿货的情况 鲜货输果还没到早上9点就已经被扫空了 东方日报记者今天走访吉隆坡和雪州多个巴沙 不少小贩笑称这个盛况就好像储夕业 生意坐不停 另外,知了解位于巴达林17区巴沙 蒲种在野巴沙和金软巴沙 今早也迎来大批的购物人潮 附近的路段一度还弄得大骰车 根据当地居民的反应 有人今天甚至在清晨6点左右便赶到蒲种17区巴沙 但单单排队进入都要耗费半个小时 人龙更排到马路边 让小贩应接不暇 因此清晨6点的路段 是显生5点左右便赶到海